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屋的这个防护口罩 那因为这个议题在 尤其PM2.5这个议题 在近几年来是比较都还蛮夯的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 这个PM2.5是什么 PM它是悬浮为例的意思 那2.5是它的口径 它是它的大小 一微米就是一万公分 就是一公分除以一万次 就是一万分之一公分 它非常非常的细小 举例 头发 头发是80微米 如果你把头发切个30 10次 就是2.5微米这么大小 那这个空污的这个悬浮为例呢 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那尤其是现在 几乎是台湾的十大死亡之音 其实几乎都跟它有关系 而且呢也造成了全球呢 每一年有700万的人死亡 都是因为这个PM2.5的关系 那因为这PM2.5这种空气污染 这种悬浮为例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呢 我们是很难防护它 它呢 它会这个吸到我们肺部里面去之后 它是会通过支气管 支气管甚至于到肺泡去 那这个肺泡呢 又是我们跟气体交换的地方 所以它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那可是呢 我们每天这个 接触到这么多的空气污染呢 我们身体也不会放任它不管 那我们身体有个倾倒腹 叫做巨石细胞 那巨石细胞它是负责专门 之前呢它都是 一直以来它是负责 去解决这些细菌跟病毒的问题 去吞噬这些细菌跟病毒 那对于这个PM2.5 它还是会吞进来 可是呢 PM2.5比较麻烦 因为它是一种无机物 这个重金属或者化合物 所以巨石细胞它无法消化跟分解 所以当它吞多了之后 它就会爆掉 爆掉之后呢 其他的巨石细胞又会再把它捡走 所以这个PM2.5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是造成一种长期性的危害 甚至会危害到下一代 我们身体是完全是无法代谢的 除非它是一种水溶性 勉强还可以从肾脏代谢 不然的话PM2.5这种悬浮威力 我们身体是无法代谢 那它会造成什么危害呢 我刚刚说了 免疫细胞如果它吞了那么多的PM2.5 吞了这么多的悬浮威力 身体它无法去消化代谢 它就呈现一种病咽咽的状态 那呈现一种病咽咽的状态呢 当然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 免疫系统就会下降 那第二个呢 它会分明一种发炎物质 因为我刚刚说了 因为它非常的细小 所以呢它会经由我们的血液 串流到全身 它会造成了我们血管的 这个心血管疾病 可能动脉硬化 或者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个疾病 都是这些PM2.5都会引起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造成我们身体呢 这个除了造成心血管疾病之外 它也会造成什么 甚至于呢 我们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 因此呢它对全身去循环 飘到哪边 那个癌症呢就会形成 所以PM2.5在近几年的 医学研究的这个发现后 不只是肺癌 包含了我们很多的肝癌 膀胱癌 肾脏癌 甚至于脑癌 其实都跟PM2.5有关 也就是说 前十大死亡之一呢 跟它都有关系的 所以因此我们这个防护PM2.5 是现在人每天必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呼吸嘛 因此爱多米就上市的这款 非常棒的一个空屋的防护口罩 那这个防护口罩呢 我相信很多人平常都有在用 而这个呢是最新的科技 是生物科技薄膜 这生物科技薄膜的孔径呢 非常非常的细小 可以几乎完全阻隔 它是由这个高分子的聚合物 这个生物科技薄膜 0.2微米层层堆叠 所以因此呢 对于这个0.075的防护力 可以高达95% 因此呢它可以媲美 这个我们在口罩里面 最高等级的N95口罩的 一个防护力 所以它拥有一个 非常高的防护力 但是呢并不会像 这个那么高的 这个医疗机口罩 的那种很闷热的透气性 它的透气性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它是W型的一个设计 非常符合我们人的人体工学 第二个呢塑胶的鼻梁压条 可塑性非常的高 第三它的耳带 是属于那种婴儿尿片的 一种亲肤材质 可以降低耳压 第四个生物科技薄膜 完全的阻隔 这个完全阻隔空污 那在第五个呢 我们是加大气势 整个可以有修炼 瘦小脸的一个作用 瘦小脸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而这样的一个五个特点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整个口罩的设计 口罩呢是由五层所堆叠起来的 对外层一层是这个防坡水层 对于一些飞沫大分子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过滤作用 第二层呢是我们的支撑层 支撑着外支撑层 支撑着我们的生物科技薄膜 让它能够支撑得住 第三层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能够达到0.075微米 95%的一个过滤性的 一个生物科技薄膜 最重要就是这一层 那第四层呢 是内层的支撑层 让我们的生物科技薄膜 能完整地展开来 来对抗空污 第五层呢 就是最接近人体的一个清肤层 这个清肤层呢 非常的舒适 不会刮伤你的脸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口罩 一共五层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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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层堆叠在一起 所以呢 细菌跟病毒 甚至空污 要进来四个字 门都没有 这么棒的一个口罩 我们来看它的售价 到底怎么样 一般我们过往 如果你要找到 外面非常好的一个 N95口罩 大概是不是要 七八十块不到 那爱多美的一个 这个空污防污口罩呢 它的一半 再一半 一个只要多少钱 十六块 所以绝对优良的价格 这就是呈现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给爱多美 一个热烈的掌声 一个口罩 可以让我们 照顾全家人的一个防护 再来第二个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非常喜爱的 一个维他命C 其实这个维他命C的由来 这个是要讲到 十五十六的中古世纪 当时呢 各位应该都知道 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就是那个时代 以及呢 这个麦哲伦呢 他是第一个人类 绕行地球一圈 证明地球是圆的一个 伟大的航海家 这两个 这两个伟大的航海家 他们因为 长时间的航海 他们的船员 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都会生病 为什么他的船员 生的这个病很奇怪 他们以前以为 这个很奇怪的病 以为是诅咒 为什么呢 他的眼白 会不知名地流血 然后只要是黏膜处 结地组织处 鼻子会流血 然后口腔 莫名的溃烂 会流血 身体也会奇奇怪怪的 可能没有人碰到你 或是撞到什么地方 一样的会黑青 甚至严重到 严重到几乎是 全身心的皮肤会渗血出来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血液从皮肤渗出来 通常是长时间 航海的这些船员 都会得到这样的病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称为坏血病 并不是血液坏掉了 只是他们发现了 血液会从皮肤渗出来 不知名地渗出来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一直到了16世纪 有一个英国的皇家的医生 叫做詹姆斯林德这个医生 受命调查这件事情 那这个詹姆斯林德医生 他在调查这个坏血病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苦 找不到一些方法 一直到有一天 他在餐厅里面 找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大部分的船员 都是吃腌肉跟面包 可是这些有军阶的军官 或是高官 他们除了吃腌肉跟面包之外 还会吃什么 高丽菜 还有什么 马铃薯 而且詹姆斯林德医生 他就想到 为什么这些得到坏血病的 都是船员 然后这些有军官的人 有军阶的人 都不会得到坏血病 难道有一种病是 有官的人才不会得吗 他们才发现 原来因为食物的差别 因此他就把这个 回报到英国的皇家海军 从此之后 所有的海军 全部船员配解大量的 这个蔬菜跟水果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呢 这个坏血病的一个发现 后来找到 一直到了19世纪 现代的科学家 才把这个维他命C 从这个蔬菜跟水果当中 把它分离出来 当时把它找到 这个成分的时候 取名叫做抗坏血酸 所以这也是维他命C的 另外的一个名称 叫做抗坏血酸 那这个呢 的发现 也因此让英国呢 他们能够成为 当时的日不落帝国 除了英国的船间泡利 非常有名之外 这个抗坏血栅 也对英国带来 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那这个维他命C呢 我刚刚说的 有这么好的一个作用 其实它对我们人的 身体健康有非常非常大 有三四十种的好处 而我们人类呢 也是这个动物界当中 少数身体无法 自己合成维他命C的 不然像是 像是这个 我们一些动物啦 山羊啦 或是一些狮子老虎 甚至于家里的宠物的狗 它们身上都会自己合成 所以人类是需要 外来补充的 那维他命C有很多的功效 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就是胶原蛋 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合成 各位 大家是不是都希望皮肤能够 拥有很多胶原蛋白 才会漂亮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会去吃 胶原蛋白 其实各位不必 其实你只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C 再加上每天食物当中的胶原蛋白 你身体就会合成胶原蛋白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吃胶原蛋白了 了解吗 只要多补充维他命C就可以了 所以因此呢 家里如果有生长中 正在成长中的孩童 这个绝对不可或缺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 第二个呢 就是促进矿物质铁的吸收 对于有些人呢 缺铁性贫血的人来说 维他命C在这个部分 就对于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人来说 就会有很好的帮助铁的吸收 那第三个呢 就是强化结地组织 虽然蛋白 这个结地组织 我这样形容好了 维他命C能够强化结地组织 我们的墙壁 里面有很多的砖块 那这个结地组织呢 就形同 我们在这个砖块中间的水泥 这个水泥如果紧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墙壁就能够牢固 就不容易漏水 渗水进来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补充足够的维他命C 我们的结地组织呢 就会变得比较紧实 比较紧实 当然了你的皮肤是不是就会比较紧实 所以各位我相信各位应该希望 皮肤都很紧实很好看嘛 应该没有人喜欢松嘛 对不对 松得很悠悠之在 应该没有 我们是紧紧的 大家都喜欢紧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它都会强化结地组织 让我们的皮肤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再来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对于一些 对于一些这个细菌跟病毒 有比较好的一个防御力 对于很多人有过敏现象 鼻子过敏或身体过敏的人呢 这个维他命C呢 它对这部分是有帮助的 好 维他命C 这个非常西出平常 到处都可见 那艾多美的维他命C 跟市面上维他命C 有没有差别 当然不一样 因为艾多美维他命C呢 融合了我们养生的观念 五行五色的观念在里面 添加了五个成分 营养素 里面有什么 芒果 柑橘 南瓜 草莓跟石榴 丰富的这个植化素 里面的类黄酮 跟这个切红素 这个加起来之后呢 各位因为加在维他命C里面 所以自然界里面 有一种叫做加成作用 就是协同作用 一加一它是会大于三 所以因此如果你把好的成分 放在一起 它是一加一是大于三的 因此艾多美的维他命C 跟市面上维他命C 有是不一样的 那结果这么好的一个 维他命C的一个营养补充品 一包才多少钱 七块不到八 七块六不到八块 是不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非常的棒 所以各位 这是很好的商品 再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也是这一阵才上市的一个 我们的卸妆油 这个呢 是艾多美 这个多年来的技术研发 领先业界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化妆品 就是艾多美的深层卸妆油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因为这个卸妆油呢 它的质地非常的好 各位你知道吗 卸妆油的基底 有三种 就是植物油 细胶油跟矿物油 我想问一下在座 你有用过 目前这个有在用卸妆油的 可不可以请举手 还蛮多的 好谢谢 我再问各位 这举手有三分之二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你的 这个卸妆油是植物油 还是矿物油吗 不知道的举手 也几乎也占了三分之二 刚举手的三分之二 各位 那植物油跟矿物油 差别非常的大 卸妆油的基底 大概分这三种 通常植物油跟矿物油最多 可是这光是这两种的基底油呢 光是它的成本 就差了十倍到五十倍 十倍到五十倍 一般大部分的这个 外面四面上 百分之九十的卸妆油 几乎都是矿物油 如果你有长期在使用 矿物油卸妆油的人 你都知道 刚卸完妆的时候呢 皮肤看起来是很好的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皮肤就开始暗沉跟蜡黄了 为什么 这就是矿物油的一个状况 可是植物油就不会 植物油呢 你会越洗会越好 越洗皮肤会越好 因为植物油里面 拥有这个植物里面的 非常多的营养素 以及亚麻油酸 所以对皮肤的滋养 是相当好的 而且矿物油有个问题存在 因为矿物油呢 它在安定的状况之下 是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当它遇到热 晒到太阳 紫外线 遇到热的时候 矿物油会释放出一个成分 叫做本 这个本呢 是一个强烈的致癌物 所以因此 如果这个本呢 长期在你的皮肤底下 你又没有把它 处理得很好的时候 久而久之 因为矿物油的一个关系 它遇到热 会产生了这个本之后 你时间久了 你的皮肤 就会形成 永远的黑斑 所以很多的黑斑 是这样造成的 所以呢 就像什么 塑胶它在常温的安定之下 是没有问题 遇到热 是不是就会释放毒素 所以因此呢 这个选择卸妆油 其实非常的重要 大部分的女生 你们所画的这个彩妆 彩妆很多是 矿物的色素 你卸掉了这个矿物的色素 可是你的这个 矿物油的这个卸妆油 残留在你皮肤上 不容易清洁掉 这个呢 对你皮肤 时间久了之后呢 你皮肤的颜色 就会变得比较暗沉 比较蜡 所以艾多美呢 是一个完全纯植物油的 一个卸妆油 里面成分呢 非常非常都是一些植物油 里面都是一些 这个天然的种籽油 还有这个蜡木籽油 以及这个 还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天然的种籽油 那另外呢 那我们里面还加了这个月剑草 还有春雨树跟 这些萃取物 这个呢 它能够做什么 我们蜡状油 当你按摩 脸按摩之后呢 你手稍微沾水 不要捧水 一点点水 再去按摩你的脸部 你的脸上的植物蜡状油 马上会乳化 这个乳化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你的黑头 以及角质层 做个代谢 所以呢 我们这不是只是 单单单纯的一个蜡状油 它还有去角质 去黑头 脂锐 以及亮白的一个效果 这么好的一个卸妆油 我们一瓶才卖多少钱 是520块 非常的棒 好 再来 跟大家介绍 就是也是这一阵子 也刚上市没多久的 我们爱多美的 Daily面膜 这个面膜呢 一共有三款 它是 里面呢 是爱多美的最新所推出的 一个面膜 让我们的保湿 紧致 亮白 舒缓的精华液 能够充分吸收 为什么分三款 因为它针对我们三种敷况 三种敷况 六大需求所设计的 而且这个面膜呢 的尺寸 是加大的尺寸 所以完全可以覆盖 我们全脸的轮廓 让我们脸完全享受 敷脸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 第一种 第一个呢 三种敷况 哪三种敷况 第一个 当你觉得需要补充水分 紧致效果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 爱多美的 Daily 这个紧致保湿面膜 它给你长时间的 一个保湿力 如同安平的一个效果 里面呢 有这个水解 玻尿酸 还有维他命C多泰 以及 这个 还有阿拉伯塑胶 的胶原蛋白 直接刚刚吃的 维他命C 理应跟外合 这样子的一个 保湿的效果 马上帮你皮肤 做个紧致 能够让你 整天呈现 紧致的一个效果 以及补充水分 再来第二个呢 如果你脸色比较暗沉 可能昨天晚上 没有睡好 可是今天要参加 朋友的喜宴 重要的约会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我们的 这个Daily的 亮白水嫩面膜 这个亮白水嫩面膜呢 它非常的滋润的水润感 而且自然呈现的 透亮光泽 里面的成分 也是非常的棒 里面有海白河的 一个萃取物 以及呢 耶利哥强威 还有阿尔卑斯山 高山的七种植物 让你的脸呢 由内而外 自然的亮白出来 那第三个呢 当你皮肤呢 觉得比较 这个有点比较过敏的现象 需要舒缓不适感 以及强化防御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可以选择 爱多美的Daily 这个清凉舒缓面膜 里面呢 有专属爱多美的七种 植物精华 以及泛酸 还有呢 这个非常 这个高能量的 冰岛的冰河水 这个尤其这个 高能量 高营养成分的一个 冰岛冰河水 能够对你的脸的 不适感 能够做一个 充分的镇静 跟一个舒缓的作用 让你整天呈现 非常舒适的感觉 以及紧湿的肌肤 完全让你整天的 一个保湿力 好 那它的尤其一个特点呢 这个面膜的面膜纸 不是一般的面膜纸 它是使用 天然的植物纤维 有别于一般的 这个市面上的面膜纸 大部分是属于 作画类的 这个面膜纸 而爱多美呢 是用油加利素 跟三毛菊素的一个 植物纤维 来做的面膜纸 所以非常的服贴 微透的这个面膜呢 几乎透明 透气性非常的佳 而且能够让 这个里面的精华液 能够完整的吸收到 你的皮肤里面 所以这样的面膜呢 也是市面上 无可可以披敌的 一片我们才多少钱 三十二块半 能够就给 带给你各种的需求 各种的这个 满足你各种的 敷脸的需求 而且它加大的尺寸 也是我的最爱 因为一般的面膜 一般的面膜 通常大概只能够 像我啦 像我的脸还蛮大 只能够敷到这边 所以敷完脸之后 常常这边会有一条线 那是不是很奇怪 那我们这因为 加大的尺寸呢 所以可以完全覆盖 我们全脸的轮廓 让你全脸都能够得到 一个面膜的 一个吸收的效果 好 再来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气垫粉饼 这个气垫粉饼呢 是属于 对女生而言来讲 是属于底妆的部分 本身我虽然没化妆 但是我知道 在这个对女生而言 通常底妆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很多的女生 很羡慕 很羡慕一些 这个韩国的女生 她们整个在 上完妆之后 脸整个会有 水煮蛋的一个效果 各位 这个就是底妆的一个效果 而爱多美的 这个气垫粉饼呢 它就能够达到 这样的一个效果 里面呢 它这个除了服贴度 持久度 保湿度 以及遮瑕度 还有它的防晒度 通通都百分百 怎么说 第一个 光是它的服贴度 通常来讲 你大概抹一次 几乎就可以达到全脸了 而它的持久度 也是比一般的 气垫粉饼持久度 来得更高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遮瑕度 很多人 这个会使用 这个遮瑕膏的部分 而我们这个气垫粉饼 就可以有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遮瑕效果 而且就算 今天 你的颜色不均匀 或者是想要 遮一些斑点的状况 就算你打了再多次 打个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这个气垫粉饼呢 它会呈现一种 亮白珠光的效果 你就算打了再多 你也不会感觉到很厚重 所以打完之后呢 还是一样感觉到很薄透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希望 你能够呈现的是一个薄透的妆感 而这个气垫粉饼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除了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之外 它还添加了 它的防晒系数 还是非常的棒 SPF50加 PA++++ 所以这么好的防晒系数 也会让你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防御的能力 而这里面的成分呢 也是加了非常好的天然成分在里面 举个例子 像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柿子液 各位 柿子液里面含有大量的丹磷酸 它对于我们皮肤呢 它能够对于一个增菌 就有一个杀菌的功能 所以很多女生 她说我的皮肤是敏感性肤质 不能够化妆 其实并不是说你不能够化妆 是因为你没有选择对的产品 而爱多美呢 因为里面添加了柿子液 它就能够对这个皮肤做个抑菌 对过敏性的肤质来讲 它就可以使用 可以有这个杀面细菌的一个作用 而且通常气垫粉饼呢 比较是有点微 比较是属于湿的 湿的话呢 而且你的粉铺呢 常常是重复的使用 上面很容易沾染了细菌 各位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上面沾染了细菌 如果你又重复擦 那个细菌在你脸上感觉是不是不好 而这里面因为加了四级液 就有一个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杀菌的作用 再来里面还有一个 向日葵花籽油的一个萃取物 向日葵花籽油呢 它这个里面含了60%的芽油酸 能够跟我们皮肤的脂質 能够融合在一起 对于我们皮肤的保水度 跟锁水度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气垫粉饼打起来之后 能够有一个水煮蛋的效果 就非常的水润 几乎跟着皮肤融合在一起 好像一个裸妆 也就是好像没有化妆 可是事实上呢 它是事实上有打粉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葵花籽油所呈现出来一个 保水跟锁水的一个功效 保水跟锁水的功效 好 再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 这几天才刚上证 明粹换肤的这个防晒乳 这是一个A-A-Solutin 21世纪肌肤科学 所研发出来的全新的 这个天然草本植物的一个防晒乳 它兼具了强化肌肤防御力 以及保湿力 还有亮白 滋润 以及修饰的肤色的一个防晒乳 我把它称为这个五大特色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防晒系数非常的好 是现在业界最好的防晒系数 SPF50加 PA++++ 一共四个加 各位 SPF50 也就是对于UVB的一个防晒 可以达到50倍的一个防护力 那PA四个加 四个加代表它是最高度防晒 对于这个UVA来讲呢 就是这种 最能够让我们皮肤塞上了 晒黑的这个UVA的之后 它的防护能够达到16倍的效果 所以太阳再大也不怕 第二个呢 它的这个质地是薄透 非常容易 这个吸收率 吸收度非常的好 延展性非常的好 很快的就能够均匀推开来 能够在你皮肤的这个油脂层 均匀的分布出来 然后启动我们皮肤的一个防护力 第三个清爽不会油腻 完全清爽不会油腻 直立非常的轻肤 所以当你擦完 不会像外面很多高防晒系数的一个 这个防晒涂或防晒霜 会有一个很厚重 会整个脸会闷闷的不舒服 这个完全不会 非常的清爽型的 一擦就知道 直接跟你皮肤融为一体了 非常的舒适 那第四个呢 它添加了这个高档的 这个精华的草本植物成分在里面 我特别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马齿腺萃取物 马齿腺呢 它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它有杀菌 抑菌 这个灭菌的作用 所以呢 它对于这个皮肤比较 比较这个不舒适的人 比较容易敏感的人 非常的适合 它也能够让我们皮肤 比较有个抗过敏的效果 所以如果一般的人擦防晒 会过敏的人 这个呢 它就能够达到 你擦就不会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再来呢 它加了在医美界呢 蛮有名的一个叫 积雪草的一个萃取物 那积雪草呢 它是能够促进 我们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增生 再来 它又能够让我们的真皮层 跟表皮的中间的结合度 更紧密 所以我们这个防晒霜 你会发现奇怪 擦起来之后 你皮肤所呈现的 就是很玩 就是感觉到就是非常的好 好像这个 就是很紧实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也可以带给你一个 非常紧实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积雪草 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那而且它的持久度也非常的够 也能够做个很好的保湿 再第五个呢 就肌肤的这个亮白 以及你的肤色 如果对于一些不均匀肤色的人而言 我们这个防晒露呢 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帮你均匀肤色 调整你的肤色 让你肤色能够呈现 一气呵成一个颜色 一个完全均匀肤色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这个防晒露 那这样的一个防晒露 有这么多的好处和功效 我们一瓶售价才多少 三百五十五块 也是非常的精进实惠 那再来呢 跟大家介绍 也是刚上市的一个叫做 长效的睫毛膏 这个我想介绍给在座的女性 我相信 这个很多的女性呢 都希望能够拥有一双 这个动人的电眼 因为人与人之间 接触第一眼 视看对方的眼睛 如果你可以在第一时间 抓住对方的眼光 让别人对你 不会再转移目光 这一款长效睫毛膏 懂得运用 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款睫毛膏呢 完全不会晕染 不会结块 也不厚重 也不难泻 第一个光是不晕染 很多的睫毛膏 碰到了一些 比较容易流汗 或者是比较容易 皮肤比较油脂性皮肤的人呢 就会产生晕染的现象 而这一款 因为它特殊的成分 它的持久度非常的长 就能够对于这个 就不会造成这种晕染的效果 就不晕染 第二个呢 不会厚重 就算你上了再多次 你想把睫毛 一拉再拉 拉得再长 它也不会产生厚重的感觉 那第三个呢 它不会结块 因为它质地 非常的细致 而且里面还加 也加了这个天然的 这个植物成分 草本成分在里面 那第四个呢 很容易卸 你只要用温水 或者是使用艾多美的 深层蟹状油 就可以轻松卸掉了 我刚刚说了 里面呢 这个不厚重 我刚刚说里面有加了天然的草本柱 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加了我们的蓝莓 萃取物在里面 蓝莓呢 是非常 营养非常丰富 抗氧化非常强的一个成分 它的营养成分威力非常强大 所以因此它可以滋养 我们的睫毛 不会像你使用 市面上的睫毛膏 用久了之后 你的睫毛 市面上的睫毛可能会让你的睫毛 可能会越用越细 甚至于脆化 甚至于断裂 而我们这一款长小型睫毛膏 因为加了蓝莓萃取物在里面 所以因此它可以滋养 茁壮你的睫毛 越用你的睫毛 是会越好的 那所以这一款的睫毛膏 你也推荐给在座的女性 能够不只是照顾到 让你拥有一个电眼美女 也让你的睫毛永远健康 照顾你的睫毛健康 那这一支 我们睫毛才卖多少钱 比上一支还便宜 对不对 370块而已 好 那再来就是我 各位应该有看到 我好像比上一次上台又更瘦了 因为过年期间 我现在大家都是 大吃大喝状况之下 应该都种了一些些 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 好好推荐 就是爱多美的综合谷物饮 其实这个是我的最爱 也是我每一天一早活力的来源 因为这个综合谷物饮 里面有11种谷物 4种蔬菜 5种草本植物 还有罗热子 小麦草 还有再加5种益生菌 各位 这么多的营养成分 全部加在里面 这就是我的早餐 也当成我的晚餐 中餐我会正常吃 所以这么多的营养 能够照顾到我一天 一早的一个活力的来源 我重复一遍 11种谷物 4种蔬菜 5种草本植物 还有罗热子 小麦草 以及5种益生菌 尤其我提到 这个小麦草里面 小麦草是自然界当中 维生素ACE 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尤其里面的维生素E 它是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 它是比化学合成的维生素E 我们人体吸收的效果超过10倍 另外呢 里面还有什么 43%非基因改造大豆的 分离优质蛋白 什么叫做分离优质蛋白 就是单独把蛋白质抽离出来 去除掉一些其他不必要的物质 来让身体更吸收更纯的蛋白质 也就是提供好的原料 来让身体使用 而这蛋白质呢 我非常非常重视 尤其在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呢 蛋白质的补充是特别的需要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先讲小孩子好了 我相信家里很多人 都还有学龄的小孩 可能在学校都会收到 学校的这个卫教单 问问家长说 要不要跟学校订鲜奶 各位 学校在卖鲜奶吗 并不是 因为他也会 他也会这个注明 因为卫福部有说过 就是学龄儿童 如果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对他学习力是有帮助的 所以各位 蛋白质对学习力是有帮助 对脑部是有帮助的 所以每天早上 我们都希望能够神清气爽 脑筋短得快 所以这个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 我们不要老是怪我们的小朋友 奇怪 怎么又忘了带这个 又忘了带那个 各位 你一早给他很好的蛋白质 是不是他的学习力才会好 这第一个 那再来第二个呢 对于一些动脑的老板 或者是一些业务员 或者一些设计师 对他们来说 蛋白质的补充 能够让他们 在他们的动脑的时候呢 是不是运转比较快 运转比较快 第三个 注重养生的人 我刚刚说过 这么多的营养素 给你满满的营养 无负担 第四个呢 就是给一些素食者 包含一些 家里可能会有偏食的小孩子 而这个爱多美 综合股营来当我的 代替我的营养的补给 我可以少了一两餐 可是呢 再加上我的 一些简单的运动 各位 很快的 很快的 我体重就这样子 减下来了 这个呢 因为蛋白质 在我们在体重管理的 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消耗脂肪 可是需要靠肌肉 我们脂肪要消耗 得靠肌肉的运动量 所以并不是减脂肪 你只要把你的肌肉量 练起来之后 你的肌肉量如果比较大 你的脂肪的消耗速度 就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之前 跟之后 都可以补充个一杯的 综合股营 或者半杯的综合股营 这就如同很多的健身房 它会告诉你 在运动前 补充一杯高蛋白素 然后运动后 再补充一杯 这个高蛋白素 但是我不介意各位 补充高蛋白素 因为高蛋白素呢 对于我们的肾脏来讲呢 并不接着能够完全吸收 长时间的使用 它对你的肾脏 是会造成负担的 但是爱多美这一个 加拿大非基因改造大豆的 分离优质蛋白 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再怎么补充 也不会造成我们肾脏的负担 是最好的健身者的 蛋白质的一个补充来源 再来第六呢 对于一些怀孕的妇女 还有一些哺乳的妈妈 这个我一定会推荐她 为什么 因为怀孕的妇女 以及哺乳的妈妈 这样在医学研究显示 他们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量 是一般人的1.5倍 如果蛋白质摄取不够 孕妇的话 体力会衰弱 胎儿成长会迟缓 孕妇产后 要恢复健康会缓慢 那对于一些哺乳的 正在哺乳的妈妈而言 蛋白质如果摄取不够 它的乳汁分泌会稀少 营养会不足 而且这个蛋白质又能够 我们综合谷物饮里面 除了提供给它们之外 它又能够符合孕妇 怀孕期间特别需要的 维他命 矿物质 以及胭碱酸 叶酸 还有这个钙 甜心 通通都在这个里面了 再来第七个 家里的如果留老人家 像我的妈妈 我就一定 这个建议 我就已经让她每天早上 一杯这个综合谷物饮 怎么说呢 因为年纪大的人呢 他们肌肉会开始萎缩 因为扫动的关系 肌肉萎缩 他们运动起来 是比我们年轻人来得 比较辛苦的 那越是比较累 他们就越懒得动 那他们懒得动 是因为动起来是很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肌肉开始萎缩 而这蛋白质呢 就可以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家 让他们肌肉 维持他的肌耐力 维持他的肌肉量 所以他正常在运动的时候呢 如果肌肉量够 因此他在运动起来 就不会那么的劳累 那尤其记得老人家的照顾 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我们的责任怎么说 当他们如果年纪大了 开始走路比较缓慢 开始撑拐杖 开始呢 做轮饮 那个新陈代谢 一下降 就很麻烦了 所以趁着现在 家里老人家 还能够行走的时候呢 照顾到他们的健康 就是我们所有人 就是我们年轻人财富 不是吗 再来 这个一包综合谷饮呢 这样子一包里面 我们的热量 就是我们一包里面只有94大卡 94大卡的一个热量 非常的少 我们一碗白饭 有280卡 所以因此 我哪来 如果代替我的一餐 是不是只吃到了 三分之一碗的热量 当然了 又有足够的蛋白质 我又可以做充分的一个活动 跟运动 增加我的肌肉量 因为热量摄取的少 那脂肪消耗的数字又多 当然 对于过完年之后 我们要做体重管理人 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产品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跟各位分享 爱多美的其他的产品 不过欢迎各位伙伴 能够到全省各地的教育中心 去了解 去体验爱多美 绝对优廊品质 绝对低廉的产品 价格绝对低廉的产品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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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